在Bram Stoker的小说Dracula里头,Ranfield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后来他被吸血鬼Dracula洗脑后,变成他的中心仆人 由于Dracula需要大量鲜血,而Ranfield就会替他捕捉猎物 但后来,这个角色在他的组疹医生的努力之下 最终良心发现,还起阻止了Dracula的恶行,可以算是个悲剧人物 到后来1931年的改编电影中 Ranfield的设定被改成了想要发财的房地产商 最后遭到Dracula的奴仆 今天要谈的这部电影Ranfield便是沿用了1931年的电影设定 大家好,我是来自电影提分的CJ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务必要关注我们电影提分的哦 Ranfield在服侍Dracula多年后,早已心力交瘁 但Dracula对他的要求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让他越来越厌倦他们之间的奴仆关系 Rebecca就是一名警察,为了给爸爸报仇 多年以来他都一心一意寻找证据来追悔害死他爸爸的犯罪家族 而为了让他消失,家族派出了继承仍然把他杀掉 这一幕正好被为Dracula寻找食物的Ranfield给碰上了 Ranfield被他对抗罪犯的勇气给吸引了 也帮他打发那些杀手 完完全全不同视力的两个人此时此刻的命运交跌起来了 如果不是Universal Pictures的新版的Mummy遭遇失败的话 我们应该不太可能会看到Ranfield的诞生 原先的怪兽宇宙本来就是一蹶不振 但2020年Invisible Man票房得利 Universal Pictures才会改变策略,推出旗下怪物的单独电影 而这部电影最大的卖点毫无疑问就是Nicholas Cage 这个叫我从烂片王重新登上大哈莱坞制作 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了 Nicholas Cage的神色表情会被某些观众誉为浮夸 但他的演技确实没得挑 他试引了Dracula为电影的大反派 由他的浮夸表情和个人气场的演出Dracula这个角色 正在适合不过 原目他和Nicholas Hawk的对手戏让人印象深刻 他完完全全在Nichay的状态中 导致这个角色还能为他量身定做事 即使这部是属于Nicholas Hawk主演的电影 但我看完以后我只记得Nicholas Cage 而说起Nicholas Hawk 我不禁小女孩的就作Warm Bodies 不仅设定,连Dracula都差不多一样 他就很适合出演这种冰冰有礼的小生角色 因此他的魅力在电影里面算是OK了 但我意想不到的是 这部恐怖喜剧电影可以比我想象中的血腥多了 里面的每一场动作戏都会伴随着非常暴力 但有很爽快的镜头 其中步伐断头断肢 某一幕甚至还来一个全身爆炸 血浆分色简直像自助餐模式 到处都是这样的镜头 但由于动作场面设立的还蛮夸张的 这些镜头也就突破了暴力层面 变成了很滑稽的画面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想 What the f*** 我到底看了什么 还有剧本的部分 这也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你看 一边是一个关于吸血鬼的故事 而另一边就是一个黑帮复仇戏码 看起来完全没有关于那两个故事 编剧竟然想出办法把两个剧本给缝起来了 并且大部分剧情其实都算合情合理 但是有些镜头你还是能看出来 它的转场特别生硬 而且感觉本片并没有说完 Ranfield以及Rebecca两个人的故事 缺乏某一些感情上的结局 感觉上就好像许多片段被留在了剪片房 有一幕极为突兀的是 Dracula第一次碰面黑帮老大的时候 电影马上转下一个镜头 而黑帮老大就笑嘻嘻的招呼Dracula 你难道没有发觉你面前是一个吸人血的怪物吗 怪物咧 你不是应该怕的咩 就是这种地方让我觉得电影被捡走了许多部分 不过前篇来看 这依然是一部娱乐性十足的恐怖喜剧 那么今天的电影讨论在这里结束 希望和我们多讨论电影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哦 感谢观看